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從英國政府宣布了 要放寬BNO護照持有人的入境逗留期限去到一年之後 中國近日不斷作出抗議 而且還向英國拋浪頭 一時又要反制 一時又警告英國會付出沉重代價 今天輪到中國駐英公使陳文發炮 他在接受BBC節目訪問的時候 談及到 BNO地位的問題 是中英聯合聲明的一部分 聯合聲明說明了 BNO護照持有人是沒有居英權 如果英國單方面改變立場 就是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亦違反了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國際法準則 是錯誤的決定 將會損害香港的穩定 和中英雙邊關係 英國必須放棄殖民心態 立即停止一切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 他還說 在香港出生的香港人 都是中國公民 英國准許香港人取得公民權利 將會有嚴重後果 他否認這番說話是用來威脅英國 反指英國目前的計劃才是真正的威脅 其實這種中國式的思維和邏輯 都挺令人混亂 和感到煩染 明明是你中國自己在2017年的時候 單方面宣佈 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成為了一份過氣和無效的歷史文件 既然你是這樣說的時候 全香港的網民在過去的三年 就不斷引用你這種說法 而且你中國不單止說過一次 而且是三番四次 當你要回應那些外國的政治人物 當他們去批評中國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你們就不斷通過外交部的發言人 來反駁 說這份是歷史文件 好了 來到今時今日 英國知道你要搞港版國安法的時候 稍為擴充了 BNO護照持有人的權利 其實只是少少 本來 BNO入境英國就可以留半年 現在就可以留十二個月 和可以續期解釋 都不是直接給予居英權 差很遠 你都說不行 你都去製造中英聯合聲明的神主牌 搭回英國 到底裏面有甚麼邏輯可言 請問 而且中國駐英公事還說到 聯合聲明裏面提及過 BNO護照持有人 是不可以擁有居英權的 不好意思 在聯合聲明的證文裏面 找不到這一條 只有在聯合聲明的備忘錄 才有類似的說法 只不過 這份備忘錄 是中英雙方都沒有簽紙確認 只有聯合聲明的證文 是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 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簽名作實 並且是雙方交換了文本 那份才是有效的文件 至於 這份聯合聲明的備忘錄 簡直都沒有人簽名 沒有人確認 那份真是過時和無效的歷史文件 只不過是備忘錄 而不是證文 好了 而且這個公視還說到 英國沒有權去干涉中國內政 不好意思 英國如果他要給予 BNO護照持有人居英權也好 擴充BNO護照的權力也好 甚至乎他要批給英國護照給哪一個人也好 這些純屬英國的主權範圍 完全是英國內政部可以全權來處理 哪有干涉中國內政 簡直就是強詞奪利 如果按照中國式的邏輯 這樣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宣稱 要剝奪BNO護照持有人的中國國籍 以及在香港的投票權 這個難度又是在干涉英國內政嗎 這完全是說不通 好了 另外這個駐英公司警告英國 如果他們單方面 修改BNO護照的權利 必將付出代價會有嚴重後果 那就是想問一下到底有什麼後果 可不可以量一量把劍給英國看看 目前中國的經濟 這麼疲弱的情況下 到底還有什麼反制措施可以用呢 到底是要加英國的貨品的關稅 或者是停止跟英國做貿易 還是怎樣 是不是嫌外貿訂單不夠少呢 是不是嫌失業率不夠高呢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還有什麼反制措施 另外 批評英國破壞香港的穩定 他單方面修改BNO護照的權利 如何影響到香港的穩定 到底影響香港穩定的 是港版國安法 還是BNO護照的權利 這些說法完全就是賭國懷恩 中國駐英公使 口口聲聲叫英國 一定要確守承諾 中國又確守了多少承諾 請問 中國善於作出承諾 但是不善於遵守承諾 不善於執行承諾 完全當承諾是無物 根本上不知道何謂commitment 總之你只懂得一美承諾承諾 托托都答應你 未收回的時候 一收回的時候就變臉了 好了 接著就講講關於大陸的所謂地攤經濟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原來 中宣部目前已經緊急地為地攤經濟降溫 報導裏面引述了內部消息人士所說 說有關地攤經濟風向突然有所轉變 中央級官媒高層 已經收到了中宣部網信辦的禁令 現在各間媒體都在刪除以前的報導 連中央文明辦 也收回了有關地攤經濟的文件 為何今次會突然為地攤經濟緊急降溫 不僅有面子的因素 還有經濟的因素 因為目前各地紛紛力推地攤經濟 導致那些投入巨資購買地攤的人損失慘重 大量擁有店面的經營者 無力跟低成本的地攤競爭 直接波及到那些商店 以及城市中合體內的商家的租用率 並且有可能波及到金融系統 這個說法正如我們昨晚的分析是一模一樣 根本上會對於零售業 對於擁有實體商戶的人 造成了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人家要交租你不用交租 而且有些人根本上還在供地 他急需要商戶的租金 或者是他本身的舖面的營業額 來頂住這份供款 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的時候 他自然就供不到 供不到就變成銀主盤 如果一時之間出現大量銀主盤的時候 其實就等同於 這個地產泡沫 宣告爆破 這樣當然要緊急叫停 到底這個地攤經濟 是不是真的遭受了官方的緊急降溫 我們就可以一起看看北京市的情況 北京市城管執法局說 針對當地個別地方出現擺攤設點 佔道經營等違法行為 市民反應非常強烈 各級城管執法部門需要加強執法檢查 依法處理這一類 擾亂市容和環境秩序的違法行為 當局同時促請市民監督 並且積極投訴 共同創建良好的社會環境秩序 即是說 這個擺地攤擺賣 是違法行為 影響市容影響秩序 那就是叫你收皮 叫你馬上停止這些行為 即是這個地攤經濟搞不夠兩個星期 馬上就要收檔 根本上這件事就是在開經濟倒車 完全是搞不定的 當你大陸的失業率飆升到那麼高的時候 無論你大陸政府怎樣去催谷內部需求 其實都是供不起的 根本上那些人就是沒有錢來消費 現在你說搞地攤經濟 來緩和失業情況 來維穩 沒問題的 頭幾天 因為 你的收入其實就是從地鋪的店主 轉移到擺攤的當主身上 那些市民既然都沒有錢的時候 捉勤見找 那當然是光顧一些便宜的 地攤的一定是便宜過舖面 那些人就去地攤買東西 就沒有人入舖面買 其實就是做過那些 店舖 所以現在就緊急叫停了 根本上就沒有東西找來搞 更加不好說的就是 那些實體店舖 本身就已經飽受了網購文化折磨 足足十年 因為那些網購的店主 就不需要交租 故此在價格競爭上 網購肯定就是便宜過實體店舖 好了 那實體店舖 僅餘的優勝支柱在於哪裏呢 就是在於顧客可以去到店舖 現兜兜地看到貨品 摸到貨品 然後 當他去逛街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買到貨品 不需要等一兩天才由這個速遞送到上門 他唯一的優勝支柱就在這裏 你還要放一個地攤在他門口 就是叫那些店舖全部收皮 所以 根本上 搞這些地攤文化 就是解決不了這個 內需疲弱 以及失業的問題 當然現在的緊急降溫 也是標誌著 李克強這個倡議 遭到了 官方的打壓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